日本人最長壽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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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一個地區又是長壽中最長壽的區域呢 哪一個地區又是長壽中最長壽的區域呢 長壽村 長壽村 沒有錯 哪里是長壽村呢 就是沖繩縣的人 對 他旅遊就去沖繩縣 那發現沖繩縣的人 他們老百姓的生活 有兩個習慣 因為很喜歡晚睡 然後他們也很喜歡喝酒 結果發現他們平常我們一些祭典 一些大家的活動餐飲 很喜歡現在喝酒前 就是說吃飯前 都趕快吃這個叫秋薑黃 為什麼有效呢 就是因為它裡面有這個叫做薑黃素 薑黃素在我們中間叫行氣活血 剛才提到這個紅薑黃更是比較西式真品的樣子 這是比薑黃更難取得 對 比薑黃更難取得 它是這種變種 對 它是這種特別栽種的 那它裡面的薑黃素是一般日本人 包含沖繩縣他們吃的這種秋薑黃裡面的 薑黃素濃度的七倍 所以它的濃度更高 以現代的藥理有發現 它裡面的一些酵素成分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 保肝 粒膽 代謝解毒 剛才提到說靠新陳代謝的循環 讓我們手腳比較軟活 代謝排毒 對我們的新陳代謝很好 所以說對這個是我們的新陳代謝的補助 所以大概是說我們不太需要吃很多一些外來的食品 而且現代藥理有發現它可以 降血脂 抗腫瘤 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紅薑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最主要是它是純天然的 純天然去做 因為現在大家真的搞得很怕 對 搞得人形黃黃這樣子 好 可是像這個 剛剛羅醫師有提到 這個薑黃素 那其實在咖哩裡面 我問一下王老師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薑黃素 可是如果咖哩吃多的話 是不是就會容易發胖呢 對 其實我們在吃咖哩 你就發現 其實日本人很喜歡吃咖哩 對啊 你看東南海國家 印度都吃咖哩 都注食 其實咖哩的主要成分就是薑黃 它裡面有加薑黃 對 因為咖哩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配方 每一家都不一樣 但是主要 大概50%左右 一半以上大概都是薑黃 那它會加很多辛香料 那一般如果你去買那種什麼咖哩塊 自己煮咖哩 那個薑黃素是很低的 很低 如果你要跟這個來比 可能會差上百倍以上 對 因為它加很多的澱粉在裡面 澱粉 油 還有調味 可能味精 可能還有其他的鹽 所以它的調味會太多 所以你會發現咖哩塊 熱量其實蠻高 所以如果你要吃咖哩減肥 可能會適得其反 那如果我們不要用咖哩塊 我們用咖哩粉呢 對 如果是要用的話 像我自己家裡煮 我就是買新鮮的薑黃粉 或者是咖哩粉 我們自己去配 再用可能用 像我之前有示範過 我們用一點地瓜 用一點洋蔥 或者是南瓜 我們自己去熬那個咖哩來吃 這樣的話比較 以減肥的角度來講 會比較好 那請問一下王老師 如果我每天 武蔥定量的一個紅薑黃的話 是不是可以促進我血液的情況 可以減重 那這個薑黃素 對我身體有什麼好處 對這個其實剛才我們有提到 你們都是我們剛才女明星塗那個 熱熱的 那邊燙這邊燒對不對 其實沒有錯 因為其實要減肥要提高哪裡 提高核心溫度才有用 核心溫度 對 就像你去泡三溫暖 你不要 蒸起來熱熱的 結果要跳冰水 又冰冰的 又熱熱跳還跳 我以為這樣子跳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啊 那樣跳 你都是表皮的溫度在改變 你的核心溫度沒有上升 你真的要減肥 只要核心溫度要上升 核心溫度只要上升一度 你的 新陳代謝會增加13% 新陳代謝會增加 這個13就是你的減別的關鍵 難怪這個瑜伽這麼有用 對 所以瑜伽就是讓你裡面熱到外面來 那你靠外力 烤箱什麼照紅外線其實都可以 沒有錯 但是你一定要堅持要熱到裡面 所以不管你是做烤箱或做三溫 你一定要大概或泡澡 像我喜歡泡澡泡溫泉 你一定要泡在那裡 大概到10到15分鐘 你感覺整個熱 熱怎麼表現 就是你的汗會跑出來 核心溫度熱才會有這個作用 所以你吃薑黃薑的目的幹什麼 就是讓你的核心溫度刺激 讓它發熱 所以你看你吃咖哩會覺得很熱 對對對 會從裡面熱出來 會裡面熱出來 那才有效 對減肥來講才是有效 其實我自己家裡的冰箱打開 都有薑黃粉 我自己有時候果汁出 果汁打精力湯 我就會用薑黃粉 因為薑黃粉是可以 剛才羅醫師有講到很多好處 另外還有一個它可以抑菌 它可以抑制性 它可以消炎 另外還有一個增加膽脂分泌 增加膽脂分泌 你就可以增加肝脹 把毒素排掉的速度會加快 是 你的代謝就會比較明顯 對對對 那日本最新更多的研究是 它甚至可以讓腫瘤 腫瘤不是只有癌症 腫瘤它會抑制它的血管的增生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可能要注意提及 如果是孕婦就要小心 那請問一下羅醫師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一些食物 的一個互相相克 來能夠讓我們可以吃香喝辣以外 那就中醫的立場 有沒有一些按摩穴道 也可以讓我們增加新陳代謝 當然 我們還是要注意自己的飲食的熱量 的控制才是最重要 那我們介紹兩個穴 對我們身體的代謝循環不好 身體容易虛胖水腫的人 我們今天講一個穴道 真的還不錯 第一個叫做水分穴 水分穴 你一講就知道會按摩不合 古文就知道它是代謝排毒 你看臨床中醫師喔 剛才那個小偉有提到說去埋線啊什麼的 一定會扎你肚臍上方一個叫水分穴 對耶 真的喔 我每次都是埋線一定會埋這裡 真的喔 那水分穴在古文叫做分清別拙 就是在你的 水分穴要幹嘛呢 排除多餘的水分 那有的變糞便 那有的經過我們腎臟代謝排毒 所以我們自己按也可以幫助排除多餘的水分 對再拿你的肚臍上方一寸 就一個字 那不是丹田嗎 丹田在下面的地方 丹田在下面的地方 對就是 故事正常的嗎 一般來說按壓會痛 可能你的腸道蠕動就比較不好一點 容易脹氣的狀況 你也會痛 對我會脹氣 所以我就是按會不少 對 那既然叫水分穴 就是你用水腫型的 尤其坐到下午的時候 你腳會發脹的女孩子 你就可以常在那邊按壓 水分穴 幫助 包含那個消化不良的 可以常按壓 配合看 一鐵三角 對 這三角都要按就對了 好的 那我們中醫多餘的水腫肥胖 叫做彈飲水師 我們介紹第二個小腿的穴道 叫做蜂龍穴 你找臨床中醫師做埋線的時候 一定也會扎著叫做蜂龍穴 在我們哪裡呢 對 我們的小腿的外側 在外懷的地方 跟小腿的最上端 膝蓋的地方的一半 剛好一半 對 在小腿骨的外圓一點 不到整個正中間 好痛喔 對 那叫蜂龍 中醫是化痰穴 這邊常做按壓 你會發現你的一些微循環 微循環障礙的人的循環比較好 我會痛耶 我還覺得蠻舒服的耶 你是抑制嗎 你那隻講是抑制吧 基本上虛胖水腫的人 就會覺得軟綿綿的 對 你身體比較紮實的人 我們的脂肪比較 肉質比較多的 蛋白質含量比較多的 你就覺得會容易痠脹 那假如像這個小腿容易覺得 軟綿綿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虛胖型的體質了 最容易水腫的 小腿就屬於虛胖了 我好痛喔 對 那女孩子 你可以常按壓 這種會虛胖水腫的人 常按壓蜂龍穴 那她的效果就會 類似於針灸的效果 太好了 好 那我們今天一整集 跟大家談了很多台灣的美食 其實冬天到了 常常那冬天真的是女孩子的大敵 因為真的是往往過了一個冬天之後 牛仔褲的尺寸就要換了 不過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之後 我想明年的夏天 大家還是可以穿今年夏天的尺寸 對 好 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秋冬天氣寒冷 讓人食物大開 你說叫大家不吃是不可能的事 對啊 但是你可以善用酵素的分解你的食物 健康不胖胖 第一個 香蕉 香蕉含有澱粉梅 可以打擊澱粉 青木瓜含有蛋白梅 幫助消化肉類 所以丟肉籠它含有結紙可以燃燒去油籽 一物克一物高手克廢物 好 今天也謝謝所有參與的來賓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